韩国自97年取消电影审查制度以来 拍的电影真是一部比一部震撼 就比如2024年上映的这部电影 真是太疯狂了 竟然将政坛的黑幕 毫不掩盖地搬上了大荧幕 影帝赵振雄 演技派美女金喜爱的顶级阵容 让影迷直呼过瘾 本片逻辑性强 黄黄相扣 且看一个已死之人 是如何搅乱韩国政坛 走上人生巅峰的 故事开始 李万才由于生活拮据 想用一个腰子 给即将出世的孩子 摸摸福利 可李万才天生怕疼 既怕打针又怕挨刀 原来在这些黑伤眼中 只要你不死 必有利用价值 就这样 李万才靠着出售名字 平步青云 一跃成为上市公司的 挂名社长 然而慢慢地他发现 自己表面光鲜 但无实权 唯一的作用 就是在各种文件上签字 好在公司在待遇上 从不亏待他 豪车房子更是随便买 但事出反常必有妖 从小生活在底层的他 隐隐感觉到了不安 果然 在他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被送到了国外 十天后 他就在电视节目上 看到了一则 关于自己的报道 他想起了介绍人老孔 然而电话根本打不通 李万才刚挂断电话 就见屋内不知何时 多了两名彪形大汉 他们二话不说 上来就给李万才 注射了一剂猛药 待李万才彻底倒下后 便将他装进了 送葬的棺材里 一路北去 直到一处无人区 监狱一样的环境 充斥着各种暴力 完全不逊于 现实版的KK园区 被抓来的人 首先要被关在狗笼里训话 等他们彻底被驯服 停止反抗 才会放出来做劳力 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 高强度劳动 李万才本以为 自己迟早要交代在这里 但不料三年后 一个女人的到来 竟再次给了他生的机会 原来女人并非特意来救自己 只是在不久前 他发现李万才贪污的 千亿赃款 竟被对手用来创立新党派 以便竞选总统 女人承诺回国后 会为他准备新的身份 去见他的妻女 并保证事成后 他们可以衣食无忧 老李深知这是他逆风翻盘的 唯一机会 然而回国后 他还是被震惊到了 曾经的公司已经被焚烧殆尽 通过修复现场损坏的摄像头 他发现一个女人 拿走了公司的全部账本 此人正是老孔的女儿 李万才事件曝光后 公司不仅遭受了千夫所指 还无缘无故地背上了几十亿的税务 老孔走投无路 只能用一把火 将自己的生命和毕生心血一起带走 而不明就里的女儿阿珠 却认为是李万才害死了父亲 李万才本身也是受害者 自然不怕跟他对峙 此次会面便是他的计划之一 其目的就是化解误会 并与之联手 却不料在阿珠回屋寻找账本时 遭到了突然袭击 如今证据被夺 两人不得不再去找女人帮忙 从一个知情人口中得知 最近仍有人收购大批姓名 于是阿珠化身成携带巨款的投资小白 并成功地见到了幕后的指使赵会长 原来三年前李万才就见过此人 显然他们买名栽赃的手段 一直都没有停止 于是一场计划就再次展开 李万才趁阿珠和对方谈判时 他关掉了电闸 混入屋内 李万才无法忘记 这三年来他遭受的各种非人折磨 可现实确实 即便他敢指认黄一元 也缺乏关键证物 而此时女人也调转枪头 毕竟相比于一个无人问津的棋子 何不顺水推舟 为黄一元作件嫁衣 他将并不知情的李万才 约到了演讲现场 并在大庭广众之下 爆出了他还活着的消息 就这样全场沸腾了 都要抓住李万才 李万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却在转角处 眼看大局已定 赵会长毫不犹豫地露出了真实面目 原来当初抢走账本的人 正是跟李万才一起长大的兄弟 拿起电锯的那刻 李万才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却熟料兄弟突然掉转毛头 为他脱困争取了时间 双拳难敌四手 李万才的兄弟最终因寡不敌众 死在了对方的手上 而他也没能脱困 就在生死存亡之际 女人带着阿猪英勇出现 原来从一开始 这就是他做的局 只有账本在对方的手上 才能让他们觉得胜券在握 否则根本不会露出马脚 随着账本的公开 黄一元的竞选直接泡汤 可让李万才想不明白的是 当初贪污的千亿赃款 无论他怎么算 都只有百亿 不过沈女士还是按照最初的约定 给了他百万美金 和他妻子的联系方式 李万才忐忑不安地打去电话 他绝望至极 他又无能为力 而在另一边 阿猪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父亲公司的logo 和如今大选正热的隐医员 旗下赞助的球队 十分相似 隐医员毫不避讳 承认另外的900亿 确实是到了他的口袋 但事实如此 女人虽良心不安 可职业操守让他又不能出卖议员 于是他只能将收集的资料 交给了李万才 而李万才更关心的是 如何让他们这种人喜庆冤屈 于是他找到了黄议员 就这样 黄议员拿着全部资料公开对手 并成功为他引出了幕后的采访 然而李万才怎么也想不到 对方竟然是三年前见过的那个刻章师 而他接下来的话 更让李万才震惊无比 李万才愤怒至极 原来自己的命在别人的眼里 却宛如一场游戏 当时是 当时是 你命在乎 死了 但是 你没有死了吗 是的 没有死了 我没有死了 我决定了 影片最后所有的恶人被绳之以法 李万才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片名虽然叫死人 却一直在讲名字和欲望 生活多间 在权力和金钱的蛊惑下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李万才 可不是每一个李万才都能遇到沈女士